今天我們有兩個活動在這裏跟記者說 因為財政預算案有兩個宗 我們剛才都計算了 一年一年到中有被財政預算會 剛才也有記者在我們上 但你問這次記者就顧著撲咪 問他們各大政黨對財政預算案的反應 其實這份預算案相對於過去的幾份 相對比較好一點的一份的事實 但問題就是 因為政府有巨額的盈餘 尤其今年有8、8億的財政盈餘 累計都有6億的盈餘 面臨現在這個東將猛魚虎的情況下 那個民伯院主也不肯太前盈 他那種做法就是一些斷移的措施 譬如說 你們兩個月報公司的租金 差養、電製交這些以前都做過的 你明白嗎?他不會有一些長期性、結構性去解決 現在香港出現的這些所謂民伯不住的問題 還有關心民國 他最絕的有一招就是 他在富房就預留二百多億 暗二百多億出來 二百多億真是太給你的 每人六千元 住進你的強制金戶口 你打工就有了 不過我六十五歲才可以拿 他前年試過一旁的這個人 那次就是低收入的那些打工仔 買工強制金那些就給你六千元 但你六十五歲才可以拿 他也是貸錢 但他這個貸錢的方式其實很討人 你現在是不能立即受惠的 大哥我現在二十五歲 四十年後才是拿到這六千元 那你就說好了 如果你年六十歲 那你現在退休了 那你做了五年 你再說了 五年都是等 等五年拿去六千 那這個做法呢 是非常之討厭的一種做法 表面上 我給了二百多億 我給了二百多億 就是派對給你 始終都沒有辦法 解決現在香港的結構性的問題 尤其是擴引越來越多 但是相對來說 因為經濟正是復甦了 金融海事之後這兩年 失業率降低了 於是他今次人下斬斬了 加上政府的盈餘多了 你明白嗎 但是呢 他又狂加煙碎了 那你們不要吃煙了 五毛錢一口 碎了 只是碎了 現在一包煙只是水 交多十元 那你怎麼吃呢 那你說那個煙產來的 那你如果住不住吃私煙呢 被人見到有奶油來的 好了 那施煙就是暴力了 如果你剩五十元一包煙的時候 你說施煙是不是暴力呢 那你的財政師是不是跟勾結那些 就是搞施煙那些人 我真的在勾頭 所以呢 這兩天我們會集中 就是去研究他 這個財政預算案 接著我們會在網台 在我們的平台裡面去分析 連接著我們這個禮拜呢 就有些政府公願會 立法會 簡報那個財政預算案 這個支持的部分 我們都會有反應的 那我想補充幾句呢 就是我們會升到中國大陸 他們用抹理化革命 但是事實上 在中國大陸這個抹理化革命呢 你想搞到好像利比亞 或者特利市民 甚至現在是也孟 這些國家這樣呢 這個難度是高很多的 但是我們都不會讓你 去生活內地這些網民 或者內地民眾 他要求民主要求結束一黨 要求有公眾 要求有住房 這些等等的問題 我們是要生活他的 那在中國大陸 我告訴大家 最近在中央黨校胡錦濤 胡錦濤在中央黨校 對省級幹部 訓話的時候 提出一樣東西最重要的 是加強社會管理 這個加強社會管理 他特別看到就是 加強這個抹聯網的管理 就是說 共產黨他和國產黨 現在這些抹理化革命 就靠抹聯網 變成一個不某革命 革命 和長期執政的政權 所以共產黨是扭底的 就是共產黨是老老 好多錢 令本美無亂亡 現在 埃琴都是敏感刺的 在互亂亡裡面 所以越是這樣 我覺得我們在香港 一個相對自由的地方 我們越來越應該 將這個抹理化革命運動 去幫忙去推動 所以這就是我們人民明亮 今次要搞這些活動 或者始終關注中國大陸發展心肖 我們會利用網上的平台 希望那些外界的網友 可以翻牆 看到那些廣播 看到我們的文字 這些我們都會做的 在所有聯網的平台裏面 我們不只是走去造聯辦 喊幾句口號就搞定 所以我們在4月3號 定了4月3號 我們是會舉辦這個人民明亮 啟動大會 這個人民明亮 即是說 正式成立 其實就應該是4月3號 這個啟動大會 是吧 但是之前我們籌備的工作 應該進行了 進行了 我們幾個團體包括前線 包括這個神州精英服務社 還有這個選民明亮 還有我們退出選民明的那些挑戰人 OK 即是我們組成這個人民力量 剛才一身講過 我們有兩個目的 第一個是長短的一個民主等的鬥陣 OK 人民力量經常最大的 為甚麼民同大救可以退黨 為甚麼選民明有幾百人可以到黨 就是我們相信政党是一個工具 人民才是目的 所以我們先將我們這個聯盟 改為名叫做人民力量 我們講做人民力量之後 對我們最大的鼓募 我們就是看到 這個特利斯 大吉 是吧 在這個北非中東 這第三世界的國家 相繼出現的人民力量的革命 想想想 卡達非統治41年 我想呢 又是 他就瘡亡下台 又是呢 就會被人打死 是吧 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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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結局 他的結局 或者下床 極有可能就好像多年羅馬利亞 那個獨裁者一樣 是吧 守西施古 是吧 這個是 這個是人民的力量 你看到 連那些軍方 連那些政府官員都度過的 是吧 你有什麼 你要叫軍人 在4月3號 行動大會 那個橫額呢 就是我們那個主題 就是人民力量 遍地開發 首先就是要在香港開發先 所以年底11月 那個區議會選舉 我們要一些偽民主派表 債表償 好 突顯出人民的力量 只有人民 只有我們將選票 才可以教訓這幫家產 我告訴你 今天我們在議會裏面 沒有做肢體的動作 我們舉個牌 沒有市民 都被劉慧卿阻止 就是大家如果有看政國 這派人就是極致養瀉 我告訴你 有些人說 你搞他就變了建制派 他比建制派 他比建制派 大家要搞清楚 是吧 有主要敵人 有主要敵人 這幫傢伙出賣香港人支持政國方案 令到香港政制十年停制不治 他是不是應該要受到懲罰 是 我又不是用刀兩張 是吧 我只是呼籲那些選民 不要投票給他 那有什麼問題啊 是不是 所以這個人民力量 我告訴你 在未來這半年 一定成為這個政治的焦點 或者這些主流傳媒 不報導我們的事 都不要緊 或者這些主流傳媒 抹黑醜派人民力量 我們都不要緊 因為我們是相信人民 OK 所以這個星期六四點鐘 我們在旺角行人專用區 有一個集團和法律文化 希望大家來參加 事實上一定是殺本人的 我告訴你 是4月3日 我們這個是啟動大會 在這個尖沙署 八周年紀念公園 一個音樂會來的 一個組繫大會 就是我們人民力量 正式宣告 啟動 然後我們的選舉工作 我們那個最極 魏民主派的一個運動 我們就是那一天正式展開 所以希望大家來參加 我們今天主要來 我們就跟大家報告這兩樣的